担心嫌犯落跑 专案小组在大门外埋伏 一听到钥匙转动声 立刻冲进屋内大喊飙动 黑衣男子根本来不及反应 就被压在地上 警方一一搜索其他房间 但这里只是诈欺集团的据点之一 因为这活人担心被警方锁定 远端操控 为了要躲避我们在桃园警方的查气 所以刻意远至高雄来租屋 并且到处来换地点规避查气 远警追查吴姓祖先与徐姓干部 躲在桃园 其他成员则被叫到高雄租屋做水房 担心远警找上门 除了在据点放置信号阻断器 每个月还会换租屋处 一年洗了两千万人民币 工程每一笔可以分到7%到8% 其中吴姓祖先还被发现 是竹联邦信堂冠信会的成员之一 与干部两个人被挤压 警方调查发现 过去黑帮是以经营酒店为市 或者是说暴力讨债为主 但近年来居然改成了 线上博弈以及炸漆集团 因为根据统计 从前年到今年三月 黑帮涉入炸漆案就有79件 专案小组每次抓炸漆机房 都会查扣到金额不小的线钞 黑帮转型不作为是改做炸漆集团 就连洗钱的数目也越来越大 光是108年涉入的洗钱案 粗估就有25亿元 其他人我一次就已经没落了 也没有什么避论的经济 有点进去 现在也不进去也赚不到钱 所以大家根本全部都转移做炸漆 从博弈开始 就跟人做炸漆的车走 这比较稳 嫌过去经营赚钱模式慢 年轻黑帮分子竟沦为炸漆犯 或做地下汇队 如今也成为了警方查起重点之一 TVBS新闻王金融业俊才播导 请大家订阅按赞 分享TVBS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